各位好 宅地保 这个第一间法拍屋在昨天以2.82亿元卖出 扣除车位呢 每瓶买价高达206万 创下了时尚法拍屋的新高记录 但是因为公告限制还没有调整 再加上土地增值税免税等等 这么贵的房子将近3亿 房屋税只要7万2 今天很多人提出了质疑 而政府要进行查税 同时要揪出则传说当中的三皇一流房市投资客 房子投票 得标的就是他 法拍地保得主于昌哲 11月30号替妈妈出面 以2.82亿元抢下地保一户法拍屋 只是每瓶买价高达206万 房屋税却只割7.2万元 被立委抨击根本就在炒作房市 莫不吭声什么都不回答的于昌哲 炒房真的过头了吗 不仅被立委督促查税 而外号帅过头的投资客 也是被立委点名的三皇一流之一 他认为他有赚 他自然就会去标 他不标 别人也标 不要钱民再当投资客 那我们才买得到房子 买得到房子 我也愿意缴税 理直气上说 就算买到也愿意缴税 因为地保法拍被救出三皇一流 也被当作剑把 五十几岁的摔过头 曾经上台话节目批名洪淮南 不过他强调投资只是纠团购屋 绝对不是炒作房产 还有被市场公认最大咖的黄永逸 手上拥有大安区新一区房产 估计名下资产超过百亿元 黄卫雄则是以资金转手大楼文明 而刚买下地保的刘妈妈 投资市场也拥有极高名气 这四位房市高手 被外界称为三皇一流 现在竟然成为立委眼中钉 当然标高一点 那金融危机就解除了嘛 所以当然希望我们大家都把它标高嘛 那我不会改变我的作为 不改变方向 帅过头坦言 政府打房归打房 还是会继续加码投资 只是有钱人和贫富差距 税额到底该怎么扛 最公正 也成了立委紧咬抨击的话题 终于新闻下居前 黄书人台北天荡报道